大家好,我是葉森 我是Yan 我們剛剛看完《親密的Castrophobia》這一套劇場 這裡說是一個跨越莊智聲域序劇場 會提供給讀者一個一場記集體有獨自的歷念 作為一個劇場的新丁 我進去看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很實形成 因為很大煙 大煙到最後是景鐘都響起來 然後看的時候又要戴著耳機 那耳機裡面有很多獨白的距離就很短 但其實你又跟演員保持著一定的所謂的距離 去解讀,就是很疏離的 我想問,如果作為一個觀眾 普通觀眾也好,一個專業劇評人也好 他應該是用一個什麼角度去切入去閱讀這個劇場 還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 嗯,我覺得近年都很流行一些比較多媒體的 或者是比較創新 脫離一些很傳統的有情節的敘事框架 很多象徵的,很多肢體的這種形式的一些劇場作物 那通常我自己有個經驗就是 如果我進去太想明白呢 我通常就沒有什麼收穫的 但我自己會傾向現在用 是進去之後去感受 究竟他想給一些什麼 我又感受到什麼 可能是比較有效一些的方式去觀看他 而不是搞清楚究竟他在做什麼 而是我感受到什麼 似乎這件事會容易去看一些實現性的作品 即是一個從一個 即是無所謂的 不需要認識很多背後的歷史 啊 劇場的做法 反而從一個純粹的個人感受 是 而且我覺得這個 我們現在看這個作品 他都挺是一個個人性的一個題材 而且他似乎 嘗試著一個挺新的方法 是說著 用一些其他藝術門界的思考方法 或者是他們的那一套 是呈現了某些東西出來 給讀者或者觀眾的 那一樣東西放進去探討 去做一個跨界 現在好像都挺流行的一個詞彙 這個嘗試究竟有沒有成功呢 究竟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 譬如一個表演藝術 可以從視覺藝術學做一些東西 而視覺藝術的人 有人參與過製作一個短片藝術作品 他們會不會同身有些東西帶回去 我覺得這個是挺值得去想想的東西 剛剛你說視覺藝術 其實這一套劇場呢 他都叫做親密 裏面都有創作者說過 他受到當年按西自己編強導演的 一套林間鄭伊甸主演的電影 親密啟發的 我自己看就覺得 咦 其實有什麼所謂直接的關係呢 我就不是真是很閱讀到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間接的關係 我想可以是說 譬如從香港這個城市 我們每一個人的居住的空間很困難 我們經常都是迫在同一個空間那裏 無論做事 無論居住 但是我們其實是有某一種距離 而那個距離是來自心靈的距離 多於融體上的 那這件事可能是 劇場受到電影啟發之間有少許關係 但是 我再看就有一樣東西很有趣 而在電影裏面就經常用一個叫做 叫做夢太琴的手法 就是透過不同場口 不同鏡頭的剪接 去碰撞到一個戲的效果出來 而這套戲又是很有趣的 因為它的劇場設計就是 它左右有兩個 有一個不同的空間 是的 它不是說一下舞台 是的 是的 公子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的舞台上 其實有兩個分離的空間 而一邊就是一個舞者 另一邊就是很多一些似乎是 樹上的男爵 或者是有一個一直在那邊 說數字的女孩子 他們很多不同的意象都會 依次地出現的 在一個這樣的不同 而另一邊還有第三條線 就是我們圍基的一個人 它動漫 它發夢 不斷上去剝樹油 不會再回來的 這樣一個 這三條線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是從一個很現實的角度去解讀 雖然其實它所有東西 都是接近 趨近 是很簡約 有一點點現實 其實我經常都在想 因為我知道右邊的 都是對演員去主導 去做的 都中間有些男演員出來了 我經常在想 那個對白的 point of view 即是來自哪裏的呢 還是其實 其實摘下那個耳筒出來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這個就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因為我一直看的時候 我過程都是在想著 究竟這個似乎是很重要的設計 即是我們每一個入場的劇場觀眾 都會有一個耳機 去聽它那一段好像很私密的一個方法 其實是否真的需要用這個 在這個道具才可以完成呢 而這個完成的效果又是怎樣呢 其實我覺得挺詮異的 而那親密 人和養親密 是否就是用這個方式 我自己當時也有想像過 就是假如它是一個 我們傳統的一個外放的大人 有沒有分別呢 那件事 因為我們知道 譬如長罕都有講過 其實它有廣東話的票 和英文的票 是的 這個就應該是 可能是一個技術上面的整個想法 令到方便觀眾去閱讀它 但是又很奇怪 就是你剛剛我們在Live之前 你都講過 其實它在廣東話裡面 又滲集了很多英文的讀法 所以我都不太知道 但是我另外有一點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自己呢 從那個個人的感覺 它是將我們一個人 日常工作壓抑了的某種情感 好像透過 你說它的肢體動作 是代表著它那種夢 還是其實它是 有個人空間之後的一種發洩 我覺得是 就是很含… 那套戲 那套戲都沒有講清楚 究竟這個是夢 這個是一個潛意識 裡面引發出來 它真正要發洩的情緒 還是一個來自記憶裡面 所以這一個戲是… 可能那個合戶在它上當中 是啊 是的 因為那種煙霧味 或者是很多它用的表現的形式 都似乎是說那種不確定 那種掙扎 那種城市生活 現代人又好像渴望某一種親密 這個之下似乎是這種狀態 但是我自己就有另外一個疑惑的是 究竟這件事是很個人性 似乎是會傾向於很特殊的一個個人 去想將這個重新說出來 還是有一個更加普遍性的 其實我未必有這個經驗 或者是… 我未必有這麼文學性 這麼浪漫的想像 我都可以同樣感受到這個集體的困境 那件事有沒有普遍性呢? 我自己會很認真去問的 因為現在是很個人的一個書範 是的 還有那個戲 因為那個戲其實很短 一小小左右 那它也不遵從我們平時所理解的戲劇結構 它不是三樂劇 其實它好像第一幕起 然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突然很大煙 然後就在一個舞者的沉思之中 背著我們 然後那個舞葉越來越大 是的 即是怎麼說呢? 即是你就是好像發的那一場夢 你還想去打那件事的時候 你的鬧鐘就容易了 而我們那一場是很特別的 是火警鐘 即是這個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奇特的經驗 但是我很難從一個戲劇的角度去… 所謂的批評或者去語讀的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靈活 很難理解的地方 可能我想著很多現在的劇場的人 他們都嘗試這樣 是想突破一些很畫劇式的 是的 比較傳統 大家對於戲劇的想像是… 我進去有些事情發生 然後有一個故事 現在似乎更加多會傾向於 用一種體驗式 經驗式 你可能真的發了一場夢 出來 那你再思考究竟戲劇 再是否需要呢? 似乎是要配合這個大的語境去理解 這件事 這樣做的 我們… 是的 很多謝大家看這個 這麼多波折的Live 下次有機會 我們看到什麼好的戲劇 再跟大家分享 多謝 謝謝